我们看下这个题目 这θ大约等于0 小约等于π 且2乘以sinθ平方 加11乘以cosθ 减7是等于0 则θ是等于下列哪一个答案 那么首先我们利用平方关系 sinθ平方 我们把它换成是1减cosθ平方 所以呢 这个式子我们可以写成 2乘以1减cosθ平方 然后加11乘以cosθ 然后减7等于0 那乘开来 这是2减2乘以cosθ平方 加11乘以cosθ 减7等于0 那我们整个式子一项 得到这是2乘以cosθ的平方 然后减11乘以cosθ 然后一项之后是7 然后减2 所以这里是加5等于0 那么2我们把它分成是1乘以2 5呢分成是5去乘以1 那么因为这里是-11 所以呢我们正号分成两个负号 这负负得正 因此呢这是负1然后加上负10 这会等于负11 所以呢我们可以分解成这是cosθ-5 去乘以这是2乘以cosθ-1 然后等于0 然后等于0 因此呢cosθ是等于5 或者是这cosθ是等于2分之1 但是因为我们cosθ呢 这值的范围是介于负1和1之间 所以cosθ-5是不合的 那这时候呢我们cosθ就是等于2分之1 那么这时候θθ是大于等于0 小于等于π 因此cosθ是等于2分之1 那么θ我们就可以判定 这是等于60度 也就是3分之π 这个答案 因此呢我们这里的答案要选b 这个答案 我们下期待的答案